黄小明身着黑色西装 挽着女模缓缓走出 踏上木板 俊男美女 这画面相当好看 不过可苦了下面的工作人员 只见工作人员很有节奏地 拿木板为黄小明铺好路 因为站在高挑的女模旁边 黄小明身高好像有点不够哦 所以一定要在他经过的路上 垫上木板 让他硬是比模特 高出半个头 只是工作人员来不及铺好木板 还害苦黄小明差点摔倒 画面太滑稽 不但工作人员笑到翻掉 连模特都不顾形象地笑倒在墙边 这段影片被放上网 眼间的网友发现 这应该是偶像剧的排演片段 有人质疑 黄小明身高可能根本不到180 黄小明公开澄清好几次 但现在却有这样的影片流传在网络上 依然黄小明的身高 又成了外界好奇的焦点 乐藩天编辑报道